哈囉我是劉哲 今天呢這支影片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今年抽動森一番賞的戰利品 如果是我的老粉絲應該就知道我是動森的資深粉絲 去年跟前年兩次一番賞我竟然都有拍 因為今年遊戲的關係動森在台灣啊跟全世界大爆紅嘛 所以我也同時覺得說非常慶幸這個好遊戲終於讓更多人都知道 但是呢相對的像今年的動森一番賞 在台灣搶的非常的兇 以往其實都已經有點難買了 但今年是特別的難買 那這次我剛好在我家附近的店家呢 有看到我在進動森一番賞 立刻呢就直接先預約說 欸留一些給我 所以呢我這次總共抽了15抽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箱一下這次我抽到什麼東西吧 那這支影片呢按照慣例也會有小小的動森抽獎的時間 你只要訂閱我的頻道 跟在這支影片下方任意的留言呢 那我就會隨機的抽出幾位送出這次一番賞我抽到的小獎品 OK那我們就趕快開始開箱吧 好那這次動森呢總共有A到G的7個獎項 那我在去之前呢最想要的其實是那個B賞 B賞呢是一個小毛毯 我覺得小毛毯還蠻實用的 那今年的A賞啊是一個還蠻可愛的面紙套 但是跟往年的A賞比起來 我覺得今年的A賞的精緻度說實在的 呃在我心目中覺得比較還好 沒有到這麼厲害的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上次去年的A賞啊 這個西施惠的這個電子的鬧鐘 這個我就覺得超級讚就很精緻 那這次的B賞我覺得不錯之外呢 C賞是那個保冷袋 保冷袋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還有D賞是水壺 所以我可能都是比較喜歡有一點實用功能強一點的東西 那這一次呢我抽了15抽嘛 我就先從最小獎的G賞開始 G賞呢按照慣例是小毛巾 那小毛巾的款式呢有這些 我把它放在這邊 那這一次呢一樣在台版的一番賞呢 長毛巾是都沒有進的 所以呢可以選擇的呢 就只有上面的4款方形的小手帕 那這次我抽到了12345 我抽到了5個 一番賞真的是每一次都一定會抽到 追蹤小手帕之類的東西 真的是多到讓你覺得有點用不完 那這次我最喜歡的款式是這個 這個呢就是那個狸貓的那個建築公司做的感覺 很像那種建商的贈品 我覺得很可愛 我再猜另外一條給大家看 這一條呢是整個配色比較偏粉嫩的 它上面有很多動物的圖案啊 然後還有很符合這一次風格的整個海洋 淺淺淡淡的色系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那它的觸感其實是還蠻不錯 就是一般吸水的小手帕這樣 那其他我多抽到的這三條呢 我就不打開了 拿來當作抽獎送的小禮物 好的那再來呢是F桑 F桑呢我抽到了5個 然後F桑呢是杯子 那它是做一個像是漱口杯的感覺 有三個顏色 綠色 黃色跟藍色 然後我看它介紹啊 說它杯子其實是做可以疊起來收納的 還蠻可愛的耶 那它雖然呢是塑膠杯 但是它實體握起來其實質感還蠻好的 不會像是那種有一些很輕然後很薄的塑膠杯 它厚度其實還蠻厚的 綠色這個款式呢就是跟我剛剛看的一樣 很像是建商的那種公關贈品 我覺得這個圖案我真的很喜歡 黃色這一款其實也還蠻漂亮的 我覺得它整體的設計很有那種夏威夷風格的感覺 那這個F桑呢我也會多抽出一個黃色的杯子 當作禮物送給大家 好再來呢是E桑 那E桑呢是夾鏈袋 那夾鏈袋呢它的款式有幾款啊 總共有四款那我抽到了三個 那我選擇的三個款式是這三個 首先呢一樣是我剛剛喜歡的那個圖案的 那它的這個夾鏈袋呢做的是這種 鏈條式的可以重複利用的這種夾鏈袋 然後後面呢有一個可以寫名字的地方 這個在平常的包包啊 或者說做文具收納的話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這個是比較小的尺寸喔 然後其他的兩款是屬於比較偏大的尺寸 它只有兩種這個是比較小的 然後這是比較大的 那大的的話另外這一款呢 是很有夏天風情的海洋的圖案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珊瑚啊跟貝殼的圖案 我想這些有在玩遊戲的應該都不陌生 然後我再拆一個大的 這個是零錢的 這個我也覺得超級可愛 它一面呢是一個零錢的袋子 然後另外一面呢是這個錢的感覺 感覺這個可以拿來就是 呃那種收班費啊或什麼之類的 可以把它放在裡面 還蠻好笑的 那這個E賞呢 好啦我也送一個好了 這個海洋的我就不要拆了 也是當禮物把它送出去 這我想大家應該都用得到吧 不管說你是學生啊 或者說你有很多小東西要收的話 這種夾鏈袋真的非常的好用 好那接下來呢就進入大獎的部分 剩下的ABCD賞 那這一次呢我抽到的只有 C賞跟B賞 非常的可惜 A賞跟D賞我都沒有抽到 D賞呢是冷水壺 那其實也算是我這一次的目標之一 但是可惜我就是沒有抽到 那我們就來開箱C賞 C賞呢是這個 這個是保冷袋 欸我不得不說啊 我那時候看到它拿出這個保冷袋的時候 我覺得天啊也太精緻了吧 因為它這個保冷袋的size 其實還蠻大的哦 就是它不會像是有一些那種 美其名叫做保冷袋 但是它其實超級小 就是什麼東西都裝不下去的那一種 這個是你一般的 比如說保特瓶裝的飲料其實都可以放進去幾罐的尺寸 所以我覺得這個尺寸還蠻實用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細節的圖案 這上面圖案真的超級可愛的 然後顏色啊配色整個都配得很棒 裡面就是有說那個保冷的這叫什麼 鋁箔的感覺在內側 然後它這裡原本有放一個那個後紙板 當作是那個稱形狀的啦 這個如果拿掉的話 對這個袋子就會變得稍微有一點軟 但還不至於到說整個大變形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提拔 欸這個超級實用的拔 就是比如說有時候你買冰淇淋啊 或者說有些人是那種便當組啊 或者是去買飲料 你就拿這個 整個超讚的耶 很想要帶著它去野餐 只要拿出來這個就先飲一半 我很滿意這一次的C賞 我覺得整個質感非常的好 好的 最後呢 是我這一次抽到的最大獎 B賞 那B賞我剛剛已經有跟大家講了 是毛毯 那毛毯呢 它做成的是一個這樣子的樣子 這個如果有在玩遊戲應該就知道 它做成像裡面那個放棚啊 就是你如果要去蓋房子什麼的 它就是會再包包給你一個 預訂用地的這個東西 然後打開之後 你就會把帳篷 或是把房子蓋在那個地方 所以它應該是仿造遊戲中的那個設定啊 做出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欸還滿用心的耶 欸然後它的毛毯呢 摸起來質感非常的好哦 它不是屬於那種超級毛絨絨型 會那種調名化的那種毛 但是它的毯子質感摸起來很舒服 然後它的這個綠色的部分啊 是做魔鬼山的設計 我覺得它這個圖騰啊 是做有一點那種美國西部的那種 部落感覺的圖案 喔 欸超大的耶 我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它多大 這樣大家看得出來它到底有多大條嗎 根本就可以拿來當被子了吧 我本來還以為是那種真的是很小的毯子 但是它實際體積超大的 欸這個很棒耶 不愧是我一開始設定最想要抽到的B賞 喔這個很讚這個很讚 因為我原本想要這個毯子 就是想要把它放在我的沙發上面 有的時候看電影啊 或是天氣有點冷的時候 可以稍微在旁邊蓋一下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上面呢有很多人氣小動物的圖案 像是阿波羅啊 鷹鷹 還有莉莉安 這也是我的島民 還有KK耶 然後它的背面呢 是這樣子白白的 兩面的觸感呢都非常非常的好 欸這個B賞我超級喜歡的耶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這次簡單的 15抽的一番賞開箱啦 那這次呢我覺得整體而言 設計都是屬於偏實用的 那如果說對動森也很有愛的人呢 你可以趕快去抽抽看喔 那這次呢我決定要送出的獎項 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首先是G賞的毛巾總共有3條 然後F賞的杯子 有一個黃色的杯子 然後還有E賞的這個海洋風的夾鏈袋 總共是有12345 有5個獎品 這5個獎品送給大家 那再跟大家講一次就是 只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在下面留言 任意的留言都OK 那如果說有抽中的人呢 之後我會在你的留言下方回覆你 然後可能會用超商電到電寄給你吧 剛剛我的頻道最近也是滿8000人訂閱了 就算是一個小小的慶祝活動 OK那以上就是這樣啦 不知道這次我抽到的動森也番賞 最喜歡哪個產品呢 那如果想要得到這些禮物的話呢 趕快在下面留言跟訂閱起來吧 那我的IG呢在這邊 有興趣的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OK那就是這樣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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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